女武神第八战选手公布 特斯拉对战比西普 布伦西尔德不愧是最强炎翼女神 发现世家偷流出病房之后气得炎翼崩坏 发誓再也不会担心那个字大难了 格雷赶紧转一话题 他没想到一向沉稳的比西普 居然会流露出自己的情绪 这就表明明王哈迪席的败备 对于众神来说是件多么难以接受的事 甚至就连他们自己对始皇帝的胜利 都没有抱过希望 布伦西尔德突然停下脚步 在那面前是一扇巨大的保险门 这里是战士的房间 经过红魔识别确认身份 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 布伦西尔德又唱又跳的冲进了保险库里 这里住着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名魔法师 格雷走进去一看 吓得拽住姐姐大惊失色 地上躺着的怎么全都是尸体啊 布伦西尔德让他不用担心 这群人只是累得睡着了而已 地上躺着的都是古今中外的著名科学家 房间的四周被黑板包围 黑板之上密密麻麻写的全都是各种数学公式 正是他们要找的战士尼古拉特斯拉 那位发明了交流电无线电 等等到现在仍被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天才 被誉为疯狂科学家的天才 他的研究简直就是魔法 但特斯拉不喜欢这句话 他钻研的绝不是什么魔法 而是科学 布伦西尔德问特斯拉 那项研究是否完成了 特斯拉表示早就完成了 在自己的脑子里 他缺少的只是能将理论实现的素材 那么事情就简单了 布伦西尔德一声大吼 叫出了女武神中的九妹格恩达尔 一位非常漂亮的圣女姐姐 她就是要和特斯拉进行神奇炼成的女武神 而见到格恩达尔的第一眼 特斯拉就静止走上前 对着人家上下棘手 甚至还问人家能把自己奉献给她吗 格雷都惊呆了 一见面就讲这种话太过了吧 却没想到格恩达尔也二话不说的 牵起了特斯拉的手 将此生奉献于您乐意至极 两人双手交握心灵合一 一切都是为了科学 神奇炼成 一股恐怖的电流将双方包裹 女武神格恩达尔 她蕴含的力量名为寄宿魔力者 格恩达尔的身体化为电流 缠上特斯拉的身体 一声惊雷 炸行了满地躺尸的科学家们 伽利略 爱因斯坦 居里夫人 牛顿 诺贝尔 爱迪生 科学家们惊叹着 看着烟雾中特斯拉的身影 想象被创造被人类惊为鬼神之物 她称其为物理法则 特斯拉一身堪比钢铁鞋的战甲闪亮登场 科学将凌驾于神明之上 而在神明的房间里 赫尔莫斯正谱写着 献给哈迪斯的安眠曲 他给每一位战败的战士都谱了曲子 这是他唯一能为逝者做的少许礼仪 别西部带着哈迪斯的可伸缩权杖 找到赫尔莫斯 让他去转告宙斯 下一站由他上场 上一块铺垫了半天的米歇尔和板天晶石 没想到人类这方的第八战人选 居然是机甲超人特斯拉 别西部还搞来了哈迪斯的遗物 怎么有种迭buff的危险呢 话说人类这边两连胜后 特斯拉身上也挂着多巴腰机的巨型buff 大家觉得这两人谁的赢面更大呢